生命旋律 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刘琪主持 神的名称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名词 而每一个名词都代表了一样实际存在的东西 比如说狮子、老虎、汽车、火车、花草、树木、高山、湖水、太阳、月亮、星星等等的 这每个名词出现的时候 你马上就会想到那件东西哦,是那个样子的 另外呢,有一些东西是在某个地区才有的 就很可能只有那个地方的人有这个东西的名字 这个名字听在别的地区人的耳里呢 根本就想象不出来它是个什么样子 甚至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记得有一次 我向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 我跟他说 在台湾出产的莲污 啊,有多好吃多好吃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概念 我说这种水果的英文名字叫做Bell Fruit 因为它长得像小吊钟一样的 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 红色的莲污比较大,也比较多水分 而白色的莲污长得虽然比较小 但是却有一股特殊的清甜的味道 我的朋友听了还是一头雾水 后来我终于在一本画刊上 见到了莲污的照片 我就赶快拿去给我的朋友看 他这才知道 哦,原来莲污这种水果 是长得这个模样的 我真希望哪天能够在美国找到一个莲污送给他吃一下 那个时候他才算是真正的认识到 真正的体验到这种可爱的水果了 我们发现 神这个名词在全世界各国都有的 这就表示全世界的人 无论公认或者是默认 都在接受着神的存在 只不过有的人对神的认识 就像我的那位朋友对莲污的认识一样 非常的模糊不清 要靠着我这个亲自看过莲污树 又亲自吃过莲污的人来为他解释 那么对真神的认识和体验 哪个民族体验得最深呢? 无可否认的那就是以色列民族 因为神把他自己向以色列人启示的最多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神的名字就是神 祂是高高在上 让人生畏的神 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 神不仅向他们清楚地指示 自己有什么样的性情 而且还用不同的名称 来帮助他们认识他 这些宝贵的名称 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现在就让我们根据圣经的内容 来思考一下神的名称 一共有八个 分别在八处经文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查考的第一处经文 是耶利米书23章第五节第六节 耶利米书23章第五节第六节写着说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意 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称为 耶和华我们的义 耶和华我们的义 这是神对自己的一个介绍的名称 原来 神在那么早之前 已经透过这个名称预告了 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并且被称为义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义 第二处经文在 《立位记》二十章第八节 《立位记》二十章八节那里 神说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在这里所说的 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这句话 在圣经原文是个名称 表示耶和华使我们成圣 成圣跟刚才所说的称义 是很有关系的 什么叫称义呢 这是基督徒在神面前的 一个新的地位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神看我们不再是罪人 因着耶稣的缘故 算我们唯一了 并且在神的面前 我们已经有了 做神儿女的地位 不过说老实话 我们现在的情况 实在不怎么样像神的儿女 还需要经过神不断地改变 这个使我们真正像神儿女的 变化过程 就是成圣的过程 从神的这两个名称 我们看见 人被称义 唯有靠神 人要成圣呢 也唯有靠神 不是靠任何人为的方法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义 耶和华是我们成圣 第三处的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 《诗诗记》的第六章二十四节 《诗诗记》第六章二十四节 那里写着说 于是基奠在那里 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 耶和华沙龙 就是耶和华四平安的意思 基奠是神所拣选的仆人 要出来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米甸人的侵害 基奠在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 为神筑了一座坛 献祭给神 他为坛起的那个名字 正好介绍了神的一个 很重要的特性 耶和华沙龙 就是耶和华四平安的意思 神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念起来那个音很像 就是耶和华沙马 我们来看第四处的经文 是怎么解释这个名称 以细节书四十八章三十五节 那里写着说 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轴 从此以后 这城的名字必称为 耶和华的所在 在这节经文里面 所说的耶和华所在这句话 圣经的原文这是个名词 这个名词就是 耶和华沙马 表示是耶和华神 在这里的意思 你看 神的名称本身已经保证 他会常常跟我们同在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第五处的经文 这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那里写着 神对以色列人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架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在这里告诉我们 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疾病的神 许多人间的医生 没有办法医治的恶极 神都能够医治 而且这些在大病之中 被神奇妙治愈的信徒 都会从神得到特别的感动 要去宣扬神的荣耀 因此 当有疾病临到的时候 我们要依靠神 当疾病治好了之后呢 我们更要记得去遵行神的旨意 才不知平白的受苦 第六处的经文在创世纪 二十二章十四节 那里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体会到 耶和华有个名称 叫做耶和华以乐 这个名称就是 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 是的 神为忠心爱他 乐意奉献给他实用的人 凡事都有预备 另外在《出埃及记》 十七章十五节 也告诉我们 摩西体会到 神的另外一个名称是 耶和华尼西 这就是 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 惊奇是什么呢 那就是打仗的时候 高高举起的战旗 又表示了胜利 所以凡事依靠神 而征战的人 必定会得胜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第八处的经文 在十篇二十三篇第一节 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姐妹 会背这节经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耶和华 我的牧者 这句话 在圣经的原文 也是个名词 说到神的一个名称 你看 多么让人安慰 神自己的名字 保证了 他要负责带领我们 安全地度过此生 好 现在让我们来温习一下 这八个有关神的名称 耶和华 我们的义 以及 耶和华使我们成圣 这两个名称 保证我们的罪 会得到神的赦免 耶和华杀龙 以及 耶和华杀马 这两个名称 保证我们会得到 神丰富的平安跟同在 而耶和华医治 这个名称 保证我们的身心灵 要得到痊愈 耶和华以乐这个名称 保证神会供应我们 一切所需 还有 耶和华尼西这个名称 保证我们会靠主得胜 最后 耶和华我的牧者 这个名称 保证了神的完全保守和带领 但愿我们记住 神的这八个名称 享受到 神所赐的这许多的恩典 和华尼西这个名称 保证 保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灾祝你相会 再相会 圣灾祝你爱 圣灾你心滑 圣灾祝你 无所谓的 圣灾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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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